這是曼谷的著名商場傳 以往很多遊客來這裡不是 但今時今日來到買不到東西 因為關門了 不過不代表這裡沒有東西買 看看外面先 有很多檔口 專門買這和紅衣檔 示威有關的衣服、產品、紀念品 各樣都可以賣 種類都繁多 你想想 這麼多示威人士 每人買一個 他都生意不錯 想不到曼谷的示威 都可以引申成一種生意 不是告訴你這件事很好玩 而是告訴你原來曼谷的示威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雖然現在已經實施了一個緊急狀態 但在現場的環境 是感覺不到一些緊急的感覺 可能是一些泰國人樂天之命樂觀的態度影響 為中東章西網的報導